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之父 台湾总统大选星期六举行 选前多个民调显示 蔡英文大幅领先朱立伦 今届总统选举 台湾最少有10家机构进行滚动民调 蔡英文的支持度明显大幅抛离对手 只有国民党所做的民调 蔡英文和朱立伦的相差不够10% 为免影响民众投票 台湾中选会已经在上星期 禁止媒体发表与选举有关的民调 理论上民调是完全中立 没有预设立场的科学研究 应该可以忠实反映大众的意见 但台湾民调有其特别的地方 民调机构和媒体 与政党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高度政治化之下 民调很容易失去公信力 最令台湾民众质疑的一次 是在04年的大选 多家主流媒体先后做了十几次的民调 陈水扁的支持率从来未赢过年战 最大的差距还达到百分之十四 但最后陈水扁就以千分之二的得票率盛出 有分析说民调未能反映选举结果 其中一个原因是绿营的选民较为低调 不喜欢公开政治表态的心理 蓝营往往会在民调上领先 支持蓝营的台湾媒体 长期发布蓝营领先的民调 是想抓住西瓜靠大边的心态 希望高支持率会令到中间选民改变立场 投票支持蓝营 2012年马英九和宋彩虞分别出选总统 民调显示宋彩虞的支持率 由最初公布的百分之十八 逐步下跌至百分之八 最终宋彩虞的得票率不够百分之三 分析说民调机构仁为操控数字 来到制造棄保效应 左右蓝营选民 在国民党和亲民党之间有抉择 今届台湾大选有1800万名合资格的选民 我们再细看下台湾大选的十家民调机构 抽样的人数只是大约1000人 也较少老人家和妇女 和实际人口结构差距极之大 导致民调的准确度有偏差 台湾政治系教授洪永泰曾经透露 各个政党的民调都有内外两个版本 对外公布一套对自己有利的数字引导舆论 而对内就还有一套给自己人参考 到底今次的民调准不准确呢 结果很快就会揭中 今集新闻智库说到此 我们下期再见 到